戴着安全帽全身包紧警 陈先生低调现身 因为日前他住进香港 才经历一场惊魂忌 当时他从澳门要住进香港 不料尽在海关被扣留 台胞镇也被收据盘查 我没有进去实际房间 他主要就是被扣在海关 然后过去之后 他们就是一群人在那边排队 然后就是看你下车 确认人之后OK好 台胞镇还回来放行 一度外传 陈先生因为跟前立委陈伯韦 英文名字拼音雷同 因此被带去小房间关切 不过当事人澄清 并没有被抓去房间 苦等了半小时后 海关才放行 当下他心里已经有底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拼音 已经被中国注记 港签过不了 然后办台胞镇之后 也被扣排胞镇这样子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 完全不认识陈伯韦的话 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 就过度反应吧 但是没办法 中国嘛 他们的管制就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真的没办法接受 就去别的国家嘛 陈伯韦日前公开向当事人致歉 还建议可以改名 不过当事人认为 自己没做坏事光明磊落 决定还是行不改姓 做不改名 维持原有的名字 明时新闻综合报导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就能拒绝过来